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礼拜呢 中国大陆的2024联合力剑逼的演习 演习晚隔一天 马上放出了一个消息 10月15到16号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福建去考察 这个请教率将军 第一站先选在东山岛 东山岛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意义呢 东山岛其实9月3号的时候在大成湾 当时候就有一个消息 在大成湾他们解放军有一个演练 有直升机有两栖的舰船 有滚装的货轮载着地面部队 就在东山岛做演练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演习完习主席就去呢 然后软硬都来 在厦门听了工作汇报强调 建设好两岸融合示范区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这就是标准的 中国大陆玩的两手政策 那什么认同了 文化交流了 这是软的一面 这是招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你们将来跟我合作有好处 而且他平台长早就开设了一个 台商的特殊的贸易区 但是东山的演习跟东山的视察 在我看来就很敏感了 九六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在作战次长室 作战参谋本部的管作战的 九六危机就是因为看到平坦 跟东山在演习 东山是一个很好的两期登陆作战的演习场所 那个湾很适合表演两期的大陈湾 那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紧张呢 你这么大的部队已经在做两期登陆演习 这个船团船头一掉就到台湾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全国的 全军的一个动员动起来了 所以外岛加强防备 所以东山岛有个什么含义呢 就是舞的这一面 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轴连一下 前面利剑逼的演习是演习什么 是前半段 什么叫前半段呢 海警封锁叫封锁作战 封锁作战时间持久了 变成穷台作战 那封锁跟穷台可以不费一兵一力 逼着你投降 因为你生活物资都进不来 但是它在利剑逼里面演习有个特色 照理讲封锁的话 你对付的是商船货船 海警就够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后面摆了17条军舰 对不对 又派了150架的飞机 有没有 火箭军又在那里实施战备 这什么意思呢 两个意思 如果我们国军里面 也有反封锁作战的方案 你要启动反封锁 那不是海警对付你了 是它的飞弹驱逐舰 还加上一条航母来对付你 而且你给他了有一个起战的口实 你动手了 所以你不要怪我动手了 所以后面东山演习就是 前面的启动了战争 封锁变成武统 武统里面后面接的就是 前面叫封锁作战 后面就变成武统了 所以这个连续剧 从这个一连串看下来 习大大跑东山 是不是两个含义 要战要合 我两个条件都开出来了 你不信我能战 前面利剑逼给你演看 利剑逼只是做封锁作战 后面东山的演习 东山演习是登陆作战 好 这个作战构想就全部完整了 然后在这边又释出善意 台湾老不信要不要文化认同 交流 繁荣 合作 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核战的两手策略 因为台湾老不信始终迷信 中国不会动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迷信 美国会出手 第三个 台湾可以抗得住 这三个 我们再看完最近的演习 你就知道了 美国会不会出手 打不打得赢 台湾要付什么代价 看乌克兰 何必要到台湾真的演完 你才知道 打仗的后果是这样的 人死了差不多 房子的东西 房地产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问题 就怕叫不醒的人 台湾很多睡在那里 就是叫不醒的 人家演给你看还是看不懂 像绿媒在那里讲 这也是13个钟头 我告诉你13个钟头有很大的含义 13个钟头就够了 不不不 三个解决了 第一个 你你你你记不记得 徐大大讲过几句话 招之即来 来之 来之就能战 战就能胜 那13个钟头就变成 招之即来 不但招之即来 来了还能战啊 来的都能打的 能打 那后面东西再来一下 都不就能胜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他的建军的步骤 跟他 徐大大的要求 他一步一步在做 他不像我们这边 那胡说八道的那里骗了 他都做给你看嘛 那封台 大家说 我们可不可以 反封锁 我告诉你啊 我们 人家封锁的是什么 大型的商船货轮 怎么反封锁 你反封锁 互送个一条两条 有什么用啊 台湾天然气要多少吨 石油要多少吨 米面 玉米要多少吨 那个东西你能护得住吗 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封锁都在 海景就够了 为什么后面 胚那么多 胚那么多还不说 后面为什么东山又延续 这样想想大家会懂 我补充一下 习近平去东山岛巡视的时候 还特别去看一个叫 古文昌纪念馆 对 古文昌 他去看古文昌纪念馆 他的意义就会超出了 台海危机 东山岛演练的范围 古文昌是谁 是1953年东山岛的 他们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 当时1953年 这个CIA的策划底下 这个蒋介石 历史总统派了胡联 指挥了一万多个 海陆空军军队 反攻大陆 从东山岛攻打进去大陆 就三天时间 就大败而归 而这里面 这个其中的关键 就是那个古文昌啊 竟然率领了2000个民兵啊 就挡住了我们的进攻 因为他有地理上的优势 可是他的牺牲非常的惨重 到了半天以后 解放军才集结过来 所以他特别去看古文昌纪念馆啊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他就是看着东山岛1953年这样战役 事实上也是台海两岸 国共内战 最后一场大型战役 那823炮战根本没有什么死伤人数 而且不是面对面打仗 这是我打你几炮 你打我几炮 看起来很惨烈 但都躲在地道里面去 就正规军伤亡很少 对 正规军伤亡非常少 对 所以谈不上是所谓正式的一个战争 可是东山岛战役啊 死伤很重 包括我们的国军死伤也上千人 然后对岸的民兵死伤上千人 那共军也死伤不少 但是是用我们大败的方式收藏 那他去看这古文昌纪念馆 他的含义是什么 他的含义很简单 就是最后想战争 你还要重启战争吗 第二个要告诉你说 你说台湾海峡是天欠 我们跨不过去 你不是跨过来了吗 你跨得过来 我们怎么会跨不过去呢 再来 你上一次是在东山岛战役 国军是在武力配备上 远胜解放军跟东山岛的民兵 他告诉你的是说 那现在呢 当年你跨过来 装备远胜我们 你都打败了 那现在 如果我们跨过去 我们现在的装备是远胜你 我觉得他里面含义很多 不然他不需要去看 古文昌纪念馆 而且大陆上 县委书记会被 设立纪念馆 真的是 五根指头数得出来 五根指头 那古文昌也不是什么政绩 当然政绩不错 可是重点是他 竟然能够这个 一个县委书记 当然他是军人出身 他是在抗战时候 的时候参加抗日战争 然后转进解放军里面去了 他本来是游击队 后来被共产党吸收 然后跟着共产党一起打仗下来 所以也是有相当多的军事上的经验 这样一个古文昌 我们对垒的是 我们的胡联大将军 那现在他告诉你说 你真的要打吗 对 所以他软的部分就已经暗示你 知道当年历史的人看了就懂 国家认同 大家就一笔勾销 那如果没有民主认同 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 那抱歉啦 就是另外一场 武器也都在这边了 对 这就不是东山岛战役 就台湾岛战役了 是 你就自己想一想吧 孙将军要补充吗 我把这个东山战役给你补充一下 民国38年我们撤退 最后一仗在上海保卫战 那个时候老蒋把大部分的部队 放在周三 他准备从周三再发起一次反攻 那个时候是汤恩博将军在指挥 那周三后来形势变了 放弃了反攻大陆了 就撤退了 周三的部队撤到台湾 但是又组成一个叫反共救国军 就在周三列岛到大城 所以小岛上 反共救国军常常对中国大陆发起突击 袭袭 有些人叫袭党 那么那个时候除了能够对大陆反映作用的 一个是散兵 我也当过散兵 还有一个就是特种部队 那个时候都是针对大陆用的 那个时候湖联也是抗战跟内战的名将 所以那次就搞一个联合作战 就是海陆空了 那关键是什么 散兵下去的时候 风向部队 大部分的散兵掉到海里淹死了 所以陆军登陆部队攻击也成功了 也打死了他们一千多人 但是很重要一个问题 情报早就卸了 所以共军的反登陆过来 速度很快 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立足不稳了 就赶快撤退 所以这个东西就说明一个联合作战是蛮难的 老共在古林头试过一次失败了 国军在东山岛试验一次也失败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装备武器跟训练跟战法 登陆作战的确是很困难 因为不像美国搞了很多 在北非搞了很多 所以在欧洲就成功了 所以这一次呢 中国大陆就是意思说 我在东山演给你看 我的利剑演给你看 就是说我有能力做武统的登陆作战 最后的 我们以前有句术语叫挨着美敦书 它是一个变相的 最后警告你 台湾你要是要和还是要战 要战我演给你看 要和我画摆在这里 因为这个事情为什么我比较重视 中国大陆90%的已经战成武统了 对 没错 他已经这么 给你这么多好处 你还在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尤其这个祖宗说这个事情 让中国人反应很大 因为中国人最在乎你忘恩负义 数典忘祖 对 数典是什么 你把这个典故搞得乱七八糟 你祖宗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要不是在恐吓 大家想一想 习近平还在组长合同 那已经不多了 这个他要取得民意的支持的话 他就捅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要掌握这个机会 如何维持合才是上策 其他你那个什么世卫了 但要酷了 没有用 你不可能没有在做防晒吧 抗老第一步就是防晒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可是擦起来黏黏的不舒服 那你一定要试试看 一针推荐的中天严选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365天给你最好的保护 50加让你清爽不黏腻 吸收非常的快 一定要记得一针推荐 到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 输入我们主播的推荐代码 让你有更多折扣优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